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问王一元过去的证件是什么 我们希望他不是官商勾结还有包庇财团 在礼拜一的议院咨询当中 我们看见王一元不断的拍郝荣斌市长的马屁 身为台北市民 我们都知道郝荣斌日内恶名昭彰 台北好好猜的名声 还有重要的工程弊案 我们希望最后不会是刘父亲史 我们规劝 严正的规劝 王正德议员请勿以身处罚 认真做好任内的监督工作 以免误入歧途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互数一百多天以来 原本从六月份市府 有释出一个善意说 树的移植的部分 最多只会移两棵树 可是却在八月六日的协调会上面 整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 说树都要全部移除 顶多会留两棵 那我们实在不知道说 为什么今天市府有一种 树非移不可的一个态度 甚至在八月六日的协调会上 交通部的官员 或者是像市府保委员会 或是像公登处的一个处长 这边他们的谈话态度 几乎都很坚决的说 路行它只有一个 必须要拓宽变更的一个 那种姿态 然后非常强硬 甚至一度说出很夸张的语言 是说如果树不移 就会造成车流量的堵塞 树不移就会出车祸 如果树留者就会出人命这一类的话 那我们实在不晓得说 今天市府的态度已经这样子 我们觉得说 我们在这里互树互了这么久 为什么一个原本就是 一个市府愿意友善 以路就树的态度 最后会整个逆转 那再加上这个星期一 国民党籍的松山新一区市议员 王正德竟然在市议会质询的时候 却告诉市长郝龙斌 以路就树是他听过最天大的笑话 那我们实在不知道 那他是不是在否定之前 本来认同以路就树的官员的姿态呢 然后他又觉得说 树一定要赶快的移除 那我觉得这么不听从民意的一个市议员 他是不是应该要检讨 他为什么不接受民众的澄清 上周协调会其实他们也有表明说 在最初的规划 并没有把这些树放在规划里面 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有稍微看到他们的诚意 虽然他们原先渴望只移除两棵 现在变成保留两棵 但是他们其实在发言当中 其实是有检讨的 但是王议员他却在那一天发言说 以路就树是非常大的笑话 是他听过最大的笑话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非常可惜 对我们觉得 觉得为何不去认认真地服务在地的居民 为何不认认真真地为在地居民发言 我们认为他的这个举动 其实是甚至有关上勾结的嫌疑 树木对于一个城市里面的 不管是热岛效应的消除 不管是空气的进化 不管是生命教育的生态环保 都是一个地球就是最新的 就是最好的 就是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一个 反趋势的言论 就反对环保生态这样的言论 居然是这种首善之区的台北市议员 所以他在这样的台北市议员 其实才是天大的笑话 在由南往北 就是从中校东路往市民大道 就是行驶在光复南路的时候 其实在未来他们 在上礼拜三协调会他们提到说 他们最多只能保留两颗 但是我们都知道原本印度子坛的部分 被移开之后 未来还是会在同样 在靠近原本子坛的地方会种上蒲葵 对那我们想要问的是就是 现有的子坛 现有子坛可能如果是阻碍到交通的话 何不就是把它放到之后的那些数学 而不要 就是起码可以保留在地居民的记忆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想很多方案 就希望台北市政府可以真的去讨论 一路救赎的可能性 希望他不是王正德议员口中的 天大的笑话 我先来这边主要是因为说 台北市作为一个首都 他也从此也是首善之都 然后却出现王正德议员之间 在四月多持续的旗帜接友 同时也没有环境保护概念的言论 对我们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台北市议会作为北市府的监督单位 非当务为人民喉舌 反而成为财团的帮凶 这样议员我们要如何期待他 可以为我们同志及跨性别族群 争取相关的福利 以及落实相关的友善政策 因此我们希望王议员可以确实的 尽到议员责任 监督北市府 否则我们真的无法保证 哪天议员会出卖同志 跟跨性别的 以及障碍者相关的权益 谢谢 收入护述志工团 自昨天8月12号开始 最一开始是有感于马兆骏 马兆骏先生当年木棉道的灵感来源 即将消失 但是这个消息 至今人就非常少的人知道 我们期盼发起 英文人士和音乐人共同串联 全力声援木棉道留下 捍卫我们的共同时代记忆 还有救援豪龙斌市长 台北好好拆的名誉 上周的协调会议图具报告的形式 而且并没有针对现场 参与的民众的问题所发言 张副市长张晋恶副市长 曹帅了结会议令人非常失望 那明天又将召开中校东路 国父经典管车的白千层的会议 我们想要告诉台北市政府 你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其实都睁大眼睛看 希望不要让台北市民 不要让这个城市的绿地再度消失 那其实星期一跟星期二 我们都有试着想要来这里表达我们的民意 但是在这一边 我们根本都没有上去他的二楼服务处 但是星期一的时候 他们这边却对警方做一个很大力的检举 我们只有七八个人 却来了十五到二十名的一个武力的警队 然后一来就是整个很大的官威要求我们说 叫我们证件拿出来 然后说有民众报警检局 我们上到他的二楼的服务处去闹 但是我们自己从头到尾 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录影搜证的一个东西 可是我们却受到一个警方的一个羞辱跟污蔑 那当时呢我们其实也严重怀疑 是不是说警方有执法过当的一个部分 因为当时有一位声称他是五星街派出所的所长 但他却是穿便衣 那他穿便衣去执行公务 我们就认为这个本身他就是一个不正当的一个行为 那我们来这里像一个服务处陈勤 他本来也就是一个正当的行为 那再加上昨天的时候 我们也只有四五个 我们自己的志工 来到这里表达我们的一个自由诉求 但是这种自由意志 居然也遭到十五至二十名的警力阻挡 那我不知道说今天是不是因为王震的议员 他有特别的威权吗 所以他可以就是派出这么大的一个警力 去阻挡民众的一个陈情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市议员 他要竞选连任我们高度怀疑 个人自己这边的立场会觉得 这样不接受民意 然后不愿意留下市民财产入宿 认为一路就宿就是笑话的一个市议员 我希望大家谨慎考量 这样子的一个议员 你们还要投下你们宝贵的一票吗 我希望大家可以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